我有5G机,我又有5G SIM卡 然后最真实的热长生活网组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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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到八倍 OMG 你只要手上有一台Huawei Mate 30 Pro 5G Hi 我是肯 那我现在手上拿着的呢 就是全马蒂也是唯一一个通过5G SIM 认证的5G手机 Huawei Mate 30 Pro 5G版本 然后重点我听说 Langkawi目前是可以进行这个5G的网络测试 所以我今天请出去那边看看 因为我有5G机 我又有5G SIM卡 去看看5G跟4G有什么不一样 Let's go 所以现在来到了Langkawi的Eagle Square 走去看老银 要很瘦才可以 老银 这边是鼎鼎大银的Eagle Square 那现在呢为了测试5G的网速到底可以去到哪里 我决定在现场设一个Videocore 那现在呢为了测试5G的网速到底可以去到哪里 我决定在现场设一个Videocore 你们嗨 怎么那么多人 好 这边是很像一个Langkawi老银广场 为了测试这个5G的网速哦 我要问你一个入学题 你就用你最快的时间来回答我就可以了 3 2 1 1加1 3加3 9加9 5加5 5加5 我是谁 我是谁 谢谢 拜拜 拜拜 走看完很热的老银之后 我决定去汇北两块的 走去toSivville坦茶 go 他那小橘很甜,下面 好喝嗎? 冰涼嗎? 還喝啊? 我去拍5G啊? 靠,有5G的速度喝完了 很冷啊 很冷哦 快快快,走走走 好,現在我們就來到了一個普通公園 因為很多人都會講那種旅遊景點啊 很多人Line很好,所以我們就不要去那邊 我們要反其料的行,來到了一個 沒有什麼人有點荒涼的公園站 來做speed test 我現在手上就有兩台手機 一台就是5G版的,放5G SIM card 另外一台就是4G版的,放4G SIM card 然後我們就來compare一下這兩個之間到底差了多少 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 首先我們先來測一下左邊的4G網速吧 Woo,Double Speed竟然可以上到200多 厲害厲害 對於日常來講,可以上到200多 真的是算很快了耶 至於Upload Speed,62.8Mbps 接下來就輪到5G了 啊對,這裡要謝謝Message提供的5G SIM card 讓我可以提早拿到提早測試 可可 好,開始吧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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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哇,竟然可以上到1808Mbps 也就是1.8Gbps Upload Speed的話就普普,大概在69Mbps 準備啊,眼睛不要眨啊 Go! Oh My God 左邊也太快了吧 真的是很快耶 每個app基本上都是用半秒或者是1秒線 倒入完的 而右邊的4G就很明顯慢很多 你看你看你看 讓它左邊倒入到不懂第20幾個app 右邊還在第10個吧 我啊 我真的是沒有打快 我發誓是真的是這樣快的 完了,左邊倒入完了 Bean 接下來第三個測試 倒入一個2GB的遊戲 Aspark 9 那一開始左邊已經7%了 右邊還在1% 好啦,現在5G已經下載到大概48% 也就是一半了啦 右邊4G還在6% 5G繼續衝 繼續 73% 81% 96 100 4G到現在還在14%的音工具咯 第四個測試 看YouTube看Video到底順不順 撥給我自己的Videos先 呵呵 我打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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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沒問題 完全不用等 基本上一按就直接播放 爽 第五個測試打Game又怎樣咧 很明顯可以看到5G的Pink只有13ms 而4G的就是42ms Pink更低,玩遊戲就更爽了 根據剛才的實測結果 5G最高是可以到1.8Gbps 而4G最高是可以到230Mbps 以這個數學來講呢 5G足足有4G的7到8倍 而且你要記得喔 這個不是官方實驗室給的這個網速 而是我自己親自走到戶外 測試了之後 得到最真實的熱場生活網速 也就是說 如果5G來到之後 你只要手上有一台華為Mate 30 Pro 5G 你就會得到跟我差不多一樣的網速 當然我現在拍這個片呢 5G在朗高域還是一個實驗的階段 但是政府有表示 5G一定會在今年裡面啟動 到時候5G真正能做的東西 不只是像我剛才那種 Speed Test啊 玩遊戲啊 到了Apps等等 而是可以做更厲害的東西 比如說 遠程做手術 遠程教育 實景VR 自動駕駛等等更厲害的東西 還是那一句 當初4G改變的是生活 而現在5G即將改變的是社會 好 這樣多集5G的內容 你看到我有多集在5G的到來了吧 我是可恩 下一集再見 拜拜 好 喜歡我的視頻的話 記得關注我哦 拜拜